一甲联盟官网公布新赛季的一甲赛程,整个赛程从2018年8月20日凌晨,持续到2019年的5月26日。 首轮比赛外面冠军优文图斯克场对阵窃握,新赛季一甲赛程突破性的改革就是,新赛季的一甲,将会有圣诞战役。 同样是为了给国家队让路,新赛季一甲有几轮周中的比赛,分别出现在9月20日、10月25日,以及2018年4月18日,新赛季一甲赛程中,收场意大利德比将在第15的12月9日。 游文图斯主场迎战国际米兰,而首回合米兰成德比,则在第9轮10月21日,国际米兰做这枚爱查球场迎来AC米兰队,上赛季在联萨中给班马军团卫免制造很大威胁的纳布勒斯,将在第7轮9月30日客场挑战游文图斯,同轮还有一场罗马德比战,罗马队在主场迎战拉齐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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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